要去哪裡 沒有 剛回來 這一把嘛 原警守時搜索票 埋伏在民宅外等男子回來 果然在他的隨身包包裡 起獲一把手槍跟子彈 不只這樣他還囂張地 在車裡放了九把刀 在今年六月接獲現報 有一名林姓男子 在轄內平日擁槍自重 而且有吸食毒品的惡習 在外行事高調 常與他人有口角的紛爭 原來是這樣經過原警多日搜證 當場人髒聚獲 將他帶回移送 你說沒有啊 巡邏連警行進花蓮市國蓮二路 看見前方名男子有點眼熟 立刻將他攔截 經確認後 果然是涉嫌侵占的 不安心通緝犯 讓人意外的是 站在一旁的女子 竟然因為毒品也是通緝犯 他也通緝 原警眼尖一石惡鳥 將兩人逮捕歸案 桌上擺著行李背包 還有白色粉末 全都是航警局 日前查獲運毒集團 利用泰國籍旅客來台旅遊 首次來的市值千萬元海洛� 原警得到批弦後 向上溯源查棄在台收穫人 離心男子 還打到另外兩人 原本以為將奪品夾 藏在行李袋中 不會被發現 但還是沒有得逞 四人通通被原警逮到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